叶小琼也慢慢走出了宾馆 爽吗 爽极了 自己动手 他都怕弄脏了自己的手 元翰和周怡 一个有心 一个无意 可谁都不无辜 看着两人演这一场戏 看他们被骂被打 叶小琼觉得心中玉器散了不少 但这还不够 不管是对周怡还是元翰的惩罚 都远远不够 如果他再狠一点 他就会选择其他方式 比如骗周怡回国 先不让他致情 等染上男智的脏病 他在 所以说 他已经手下留情了好吗 今天 还只是个开始呢 接下来的连锁效应才叫热闹 房间里 何世元指高气昂 拿起自己的包 早点凑够钱 我要回港岛了 要是谁敢耍我 你们会后悔的 说完踩着高跟鞋 带着俩保镖就离开了 元翰这时候才有机会把衣服穿好 他小心翼翼看着周怡的脸色 扑通一下跪在周怡面前 伸手扇自己耳光 小怡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是我鬼迷心窍 我是被这个女人骗了 她是带着目的来勾引我的 我不敢求你原谅我 但看在我们过去的情分上 小怡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高大英俊 风度翩翩 跪在面前这个男人 此时都看不出有一丝一毫的男子气概 他的骨头咋这么软 周怡就没见过膝盖这么软的男人 他一阵阵恶心和反胃 他现在想吐 这就是他的报应 当初他跪在门口 求爷爷奶奶成全他 他要嫁给袁翰 现在袁翰跪在他面前 说出鬼是鬼迷心窍 让他再给一次机会 好一个因果循环 报应不爽 周怡猴头一热 咳了两声 他用手捂着嘴 温热的液体顺着指缝往下滴 是红色 周怡被气到吐了血 袁翰吓得要死 抱着他叫小怡 要送他去医院 周怡浑身都疼 但他感觉这口血 不是被和诗员打的 是被袁翰气的 他推开袁翰 你现在别和我说这些 15万港币 你要怎么凑 你要是凑不起这钱 和诗员不会放过你 袁翰掉来彭城后 吃吃喝喝的应酬不少 但要说收钱 还真的就只收过 和诗员的5万港币 15万港币 按照现在的港币 对华币的汇率 也要七八万华币 他哪里凑得出来 和诗员给的5万港币 倒是还剩4万多 可也远远不够啊 袁翰还以为周怡会帮他 先不说出轨的事 这个受贿的事不解决 周家同样会倒霉啊 小姨 我一个人凑不了 周姨很认真地看着他 那你就等着去坐牢吧 你自己惹到的女人 这个钱 怎么也不可能 让我们周家替你出 15万港币 是接近2万美元 这笔钱 就算是周姨还深爱着袁翰 想为对方填窟窿 他也掏不出来 不仅是他 他爸妈也拿不出来 家里的积蓄 已经大半花在他出国的事上 除非让二叔和姑姑们凑钱 怎么可能 凑钱救命还差不多 凑钱给袁翰出这个钱 周姨自己都账不开口 这还是他深爱袁翰的前提下 他现在都恨死了对方 更不可能为对方去开口借钱 袁翰脸色一变 小姨 夫妻一场 你真的要见死不救吗 如果我被抓了 岳父那边 周姨冷笑 脸上带伤 清秀不见 笑容很是猙獰恐怖 你别威胁我 我现在把事情告诉我爸 不用等何事员来收拾你 我爸就能亲手把你送进监狱 你信不信 何事员举报你 可能判你十年 我爸送你去坐牢 能判你二十年 周姨灵光一闪 竟然开始考虑这个办法的可行性 如果由他爸出面检举 敢在何事员递交证据之前 岂不是就能说明 这事和他爸没关系了 袁翰到底还是了解周姨的 一看周姨的表情 吓得脸都白了 小姨 我去凑钱 你别冲动 这件事都是我的错 你想想我们的女儿 想想她 我要是去坐牢 周科以后的政审还怎么通过 直系亲属的犯罪记录 的确会影响到政审 政审两个字 周姨并不陌生 在87年 政审依然是很严格的 周姨其实都有大半年没见过女儿 不过蒋红给她寄过照片 周科长得非常可爱 小手小脚 像藕结一样 白白嫩嫩的 黑葡萄眼睛 头发长得也好 长得特别好看 完全不是刚生下的丑样子 那你就自己凑钱 15万港币 你凑不到钱 同样会影响周科 到时候就不是和事员要举报你的问题了 周姨的威胁 袁翰是听进了心里 周家可以不帮她 可周家若是再要落井下石 他就真的死无葬身之地了 凑钱 要怎么凑 袁家有没有钱 袁翰还不清楚吗 这样大的一笔钱 根本拿不出来 就算掏空了两个姐姐和他妈的棺材本 勉强能凑出个两三万华币吧 还有的缺口怎么办 叶小琼留下的破书烂笔都卖掉了 还有什么可卖的 等等 并不是全卖完了 还有房子 袁翰为自己找出了一点生机 他发现了救命的稻草 带着激动的兴奋 道 小姨 我有办法了 我有办法凑钱 你相信我 夏小兰说这戏没啥看头了 就是典型的仙人跳手段 不过比一般的仙人跳更毒辣 这事儿落在杜兆基手里 把袁翰收拾的要死不活反噬天头 深度挖掘下去 才真是能对周文邦造成影响 没准还能带累老汤呢 叶小琼和杜兆基的分歧 估计就是因此而起 和杜兆基闹掰后 叶小琼再报复 就是纯粹的仙人跳手法 把更狠拉的部分删除了 和诗元不同意十万港币 却要十五万 这个数字挺有讲究的 之前给了袁翰五万港币 时间这么短 袁翰不可能花完 我们就姑且算他还剩四万 那还有十一万港币的缺口 周一不可能替他借钱 袁翰只能向袁家人求助 袁家的家底就那样吧 不过袁翰是家里的宝贝疙瘩 他两个姐姐肯定会为他凑钱 凑不够的怎么办 还有叶小琼家返还的祖产 如今在袁翰他妈名下 夏小兰分析 周成也点头 袁翰要卖房 这房子就重新回到了叶小琼名下 叶小琼不用求助周家 这是靠他的智慧办到的 夏小兰和周成两人 分析了一下经典仙人跳的套路 这种事也不是近代才发生的 古人就把它玩出了各种花样 现在是新瓶装舅舅 套路还是以前那些 手段不同了 但袁翰和周仪能明白吗 不 他们明白不了 他们身在局中 看不清这个局 这是周成的判断 他对唐姐的智商 已经不抱任何希望 要不是关键时刻 周仪还知道不能让事情扩散 周成真的看不到周仪有任何抢救价值 这两人果然没有辜负周成的期望 被叶小琼虐得团团转 袁翰要着急凑钱 他算了算自己身边剩的钱 还有四万五千港币 现在的缺口是十一点五万港币 换成华币是六万左右 他要让袁家凑够六万块 还得最短的时间 这电话打回袁翰老家 袁翰和袁翰两个姐姐 才真是晴天霹雳 袁翰二姐的温柔也绷不住了 声音尖利 这是讹诈 是骗子 你就是杀了我们 也拿不出六万块钱来啊 那他给你的钱还回去不行吗 不行 他要让我去坐牢 说要出一口气 袁翰的声音金黄 袁二姐的脑溢血也快犯了 出一口气 对 这种事 谁不是关起门解决的 周仪要闹得那么大 人家被周仪打了一顿 当然要出一口气 周仪咋那么大的脾气啊 这下好了 这么多钱 他就看着我们家出吗 让周家出啊 周家那么大的领导 这些钱肯定能拿出来的 就算周仪家掏不出来 周家那么多亲戚 个个都有头有脸的 自然也有家底 怎么算 也比袁家有钱 袁二姐自觉出了个好主意 袁翰一把捂住电话听筒 小姨 二姐她是气糊涂了 周仪就在身边 听得清清楚楚 这时候 他应该把袁翰再打一顿 可不知为啥 他又有一种淡定 大概因为袁翰的形象 在他心中全面崩塌 那袁翰的家人 他就更不在意了吧 周仪从袁翰手里 拿过电话听筒 二姐 你这话说的可真有意思 袁翰和别的女人搞破鞋 被我知道了 我还要委屈 自己不能闹大 不小心闹大了 我还得让娘家 替袁翰掏钱摆平 或是 周仪是真的开始 检讨自己了 他现在检讨的 不是当初 他要和袁翰在一起 这事不能想 一想就头疼如针刺 会让他脑子彻底罢工 失去思考能力 他检讨的是和袁翰在一起后 他对袁家人的态度 袁家人 好像一点都不怕他 这一家子 是觉得他没有脾气吗 袁二姐尴尬极了 没想到周仪在电话旁边听着呢 小仪 二姐不是那个意思 袁翰这事做得太错了 但你们是夫妻 现在遇到难事了 先别内部闹起来 你帮他渡过难关 我们全家都记你的情 念你的好 袁二姐叙叙叨叨说了半天 周仪一声不吭 等袁二姐说完了 周仪忽然反问 你们全家都记我情 念我好 然后呢 你们能拿出什么来还这情 袁翰擅长花言巧语红女同志 他大姐脾气比较直 二姐和袁翰算是一路人 温温柔柔的 非常能说服人 一般人遇到这种性格的女同志 也不好直接反驳 不知不觉 就会被他带到沟里 但周仪不是一般人啊 他直愣愣地反问 把袁二姐噎得说不出话来 是啊 袁家拿什么来偿还周仪的人情 周仪需要袁家人念她的好吗 把袁家整个捆起来 还不够周家一根指头捏的 是袁翰 费尽心机攀上了周仪 要当周文邦的女婿 还出轨被抓奸在床 现在是先处理何事员的威胁 要将袁翰收钱一事捅出去 等这事处理好了 周仪还要不要袁翰都要打问好 因为周仪以前表现出对袁翰的喜欢程度 袁家人才有这个乐观估计 认为就算周仪发了脾气 也早晚会被袁翰哄好 袁二姐马上换了一副调子 小姪 我也是为你们担心 为袁翰的前程操心 娘一听说这件事就气晕了 说要马上赶火车去鹏城为你做主 袁二姐还想继续说 周仪却把电话还给了袁翰 你自己和他们说吧 竟扯些没用的 过程我不想参与 凑不起十五万港币 也是你自己去坐牢 她和袁家人扯这些干啥 听袁二姐找各种理由替袁翰开拓 还是要担心袁翰他妈有没有被气坏 气坏了不也活该吗 又不是她气的 是袁翰自己要和何世元搞到一起 小姨 我出去透透气 你别跟着我 周仪把袁翰一个人撇下 自己跑了出去 她没想到 从抓奸到现在 过了大半天时间 这都傍晚了 周仪居然还在附近等她 袁翰一身是伤 不能回单位宿舍 也不好待在之前被抓奸的宾馆 俩人是先去医院 简单处理了伤势后 又重新找了个宾馆夺丑 这时候还能看见 正 只能是因为对方一直跟着她 周仪眼眶都红了 正 你刚才去哪里了 我一个人害怕 这委屈的 像个二十多岁的孩子 周仪眼里 全是对她的依赖和信任 周仪从来没想过 今天这场大戏的导演 就是她这个好朋友中 叶小琼任由她抓着自己的手 压低了声音哄她 我一直都在 我以为你让我在外面等 是不想让我看到你怎么处置你丈夫 清官难断家务事 我不知道你会选择怎么处理 后来你们在房间里闹起来 我就赶紧去打电话报案了 这个说法 周仪立刻信了 派出所的公安室来得特别快 要不是公安来了 他还得被那个嚣张的和事员欺负 周仪有一腔的气氛和委屈 一股脑对叶小琼倾诉出来 何事员怎么骂她 怎么打她 又说袁翰收了五万港币 却要赔十五万的事 周仪粗之大叶 此时脑子也是乱的 没有察觉被她抓着手的叶小琼 浑身肌肉都绷紧了 就是很短的时间 叶小琼又恢复了正常 我是不是说过 让你先弄清对手的实力和脾性 不过现在事情已经弄砸了 我也不多唠叨你 但那个和事员骂你的话 到底是不是真的 你从别人手里 抢到了现在的丈夫 如果夏小兰在场 就会知道 这是一个需要周仪 谨慎回答的送命题 周仪不知道这是送命题 她同样不知道自己在和谁说话 眼前这个 在飞机上偶遇后一见如故的朋友 周仪 其实就是被她抢走丈夫的女人 她不想让John看不起 这问题要怎么回答呀 你不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我没办法帮你分析 周仪支支吾吾 我一开始不知道 真的 我向五星红旗发誓 我不知道 她是从外地调到京城的 单位同事对她情况也不了解 反正我就和她有了接触 她那时候特别温柔 做事情认真细致 还在工作中偷偷帮过我的忙 叶小琼有点恍惚 自己为什么喜欢袁翰呢 那时候家里没人了 就剩她一个孤女 袁翰也经常对她关心 袁翰比她大好几岁 她的温柔和垂青 对她来说是一根救命稻草 毕竟 袁翰长得英俊 家里虽然穷 成分却不像她那么糟糕 叶小琼回过神来 然后呢 你就喜欢上她了 周仪有千万点不好 却有一点好 她以前容易对袁翰交心 现在也会对正交心 她自私又缺心眼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心思并没有多复杂 反正说了 那就都说了呗 然后我就想找她出对象 可我刚有这个意思 袁翰就躲着我走 开始对我冷淡 我搞不懂为什么 周大小姐垂青一个外地小伙 小伙子还拿桥了 周仪当然百思不得其解呀 袁翰固然长得高大英俊 她回家照镜子 自己跟仇也沾不上扁啊 求不到 就一定要得到 她就是想和人出对象 又不是杀人放火 袁翰激起了她的好胜心 叶小琼低下头 她对周仪憎恶 却又怜悯 憎恶她的蠢 怜悯的同样是她的蠢 袁翰这是欲擒故纵啊 叶小琼觉得自己被袁翰骗 是因为孤立无援 对方给予了她温暖 让她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舍不得放手 那周仪呢 周仪什么都有 父母双全 亲戚满堂 好的工作单位 正值青春妙龄 这也能被骗 所以她躲着你 你就越是喜欢她 你不知道她已经结婚 叶小琼的反问 让周仪有点脸红 先是点头 又摇头道 我一开始真不知道 后来才知道的 袁翰不是总不理我吗 有一天我把她堵住 问她到底是什么想法 她这才告诉我 自己在老家结过婚 她说她老婆有海外关系 心不在家庭上 整天就想着出国 她恰好有个机会来京城工作 两人就先分居 她想着 自己要是能在工作上做好 她老婆的一颗心没准就定了 我吃惊的要命 却也更 更钦佩她 吃惊袁翰已经结婚了 钦佩对方把这件事坦然相告 还有这个男人的志气 想来京城拼一拼前程 叶小琼 眯着眼睛 海外关系 他是真有个疏也 早些年出国了 不过一出国就没了联系 这也算海外关系嘛 袁翰真是睁着眼睛说下话 倒退一下时间 他那时候刚刚怀孕 满心欢喜的想给袁翰生儿育女 一颗心全扑在原家 袁翰调去京城工作 是他照应的家里 叶小琼压下讥讽 你钦佩他 就把这个男人抢了过来 周一脸爆红 不是 我没那么想 他告诉我后 我俩就是普通同事关系 偶尔他也会主动找我说话 大多时候都逼着我 后来他忽然又理我了 说和他前妻矛盾难以调和 他前妻还是选择了离婚出国 我看他难受 又忍不住想安慰他 也不是一点都没察觉到不对劲 可周一的情绪 被袁翰的手段搞得像坐过山车 一会儿上 一会儿下 那颗心不是在他胸膛里 而是被袁翰紧紧攥在手中 袁翰说什么 他就信什么 潜意识里不想去思考太多 因为他喜欢对方 现在有机会得到这男人 难道真要把所有真相都翻出来吗 确认他离婚后 我俩就触上了对象 叶小琼不知自己此刻是该哭 还是该笑 周一说得太过真实了 一点都没把他当外人 包括当时的小心思 还剖析给他听 一开始是真不知道 后来一头栽了进去 也就无所谓知不知道了 周一没掩饰过自己霸道自私的想法 他只听袁翰的 袁翰说离了婚 他兴高采烈和对方触起了对象 更深层的真相 干嘛要追究呢 这是他喜欢的男人 他是周家大小姐呀 随性又任性 自私且糊涂 周一的话不是主观的 他没有挑唆袁翰如何 是袁翰自己权力心重 在京城没有得到重用 以前娶的老婆 也没有了利用价值 也该到了一脚踢开的时候 叶小琼好一会儿没说话 周一有点不安 正那个何世元提袁翰前面的老婆 你也问我这件事 这到底有啥影响啊 叶小琼仰起嘴角 没什么影响 估计是袁翰告诉了何世元一些事 何世元随口又拿出来骂你吧 之前你没离开宾馆的时候 我趁机让人更仔细打听了何世元的情况 她是港岛何家的二女儿 这个何家在各地都有投资 港岛那些有钱人 有了老婆还能娶一太太 家里孩子都不止一个 还是不同八生的 所以争斗的厉害 我听说这些港岛富商经常会考验儿女 看哪个孩子有本事 就多分给他家产 何世元来捧成 应该也是差不多的目的 但你丈夫浪费了他的时间 这会让他很恼怒 周仪本来就没对何世元的身份怀疑过 先入为主 连袁翰都认定那是富商千金 被叶小琼这一说 周仪就更缺心了 他真的不担心袁翰咋样 但他担心何世元未出一口气 会给周家惹麻烦 周仪狠狠道 何世元问袁翰要15万港币 就不举报他收好出费的事 刚才袁翰打电话回老家要钱 他姐还窜多他问我家里要 叶小琼挑眉 那你是怎么想的 要替他出这个钱吗 当然不可能 我抢过电话就骂了他二姐几句 这时候还作妖 还说他妈也气病了 活该 反正他家伙把那钱凑出来 他们可舍不得袁翰丢掉体面的前程 我猜 最后多半要卖房子 袁翰老家还有个房子挺大 咦 为什么说着说着 觉得梁峰嗖嗖的 周仪情不自禁缩缩脖子 正 你有没有觉得温度忽然降了 你冷不冷 这世上 有种东西叫杀气 周仪就觉得自己脖子处发凉 叶小琼正托他的手 是有点冷 天色不早了 我要回住处去了 卖房子是对的 这时候对你丈夫来说 不坐牢是最好的选择 只要先保住工作 钱和房子能以后再攒 再等分配 才怪 真要是只有钱没有养账的人 遇到这种仙人跳 那会慢慢一点一滴被榨干 不仅是原家要被掏空 周仪娘家也跑不掉 一次威胁很好用 做局的人肯定要继续用 这种事 给一次钱 后面就是无穷无尽的要挟 周仪根本不想管袁翰 他道 反正他自己凑钱去 正 我告诉你 等他把钱赔了 我就会和他离婚 叶小琼还挺诧异 周仪被何世元 劈头盖脸的打一顿 脑子居然有点开窍了 叶小琼心情复杂极了 等袁翰赔了15万港币 再离婚 当然是最好的选择 现在不提 是稳住了袁翰 让对方觉得 有希望哄好周仪 没了家底 只要有周仪这么个老婆在 还有周家女婿的身份在 他就有底气 周仪要是马上就不给他希望 袁翰就破罐子破摔 拖着周家一起下水 才不会努力凑钱赔给何世元 不凑钱 袁翰怎么卖房 这是最简单拿回房子的途径 他不用借谁的事 而是凭自己的本事 叶小琼忍不住点头 你做得对 离不离先不说 你要把他稳住 他惹下的祸事 当然要他自己负责 周仪获得了认可 也很高兴 一张脸亲自肿胀 看着就是个人形猪头 笑起来更是呲牙咧嘴的难看 他还冲叶小琼笑呢 郑 你人真好 要不是有你替我出主意 我都不知道该咋办 他还想跟着叶小琼回去 叶小琼劝他留下来稳住袁翰 周仪才依依不舍地告别 叶小琼走到了街角 周仪还像傻瓜一样 站在原地张望 还冲他挥手 叶小琼拉开车门 坐到了何世元身边 何世元指了指脑袋 叶小姐 那位是不是这里有问题 傻成这样的人 还能出国留学 像他这样的聪明人 却要靠出卖皮肉为胜 还有叶小姐 人好看 心善良 以前却所欲非人 何世元已经搞不清楚 这世界是怎么回事了 善良好看的女人混不下去 像他这样漂亮的坏女人 也不好混 像周仪这样的 居然能活得滋滋润润 还有没有天理啊 早知道 刚才应该打得更厉害一点 好了 你把他打出大问题 你自己就会有麻烦 现在不好吗 你不喜欢这样的蠢人 你打了他还没麻烦 身体上的一点折磨 不算什么 今天是摧毁了周仪的自尊 现在还没全面崩溃 是靠一股对原汉的怨气撑着 等到周仪知道他的身份 叶小琼抬起头 那才是彻底击溃周仪的时候 何世元点头 那感觉可真不错 要能找机会再打一次就更好了 大庭广众之下 打人不用被抓 被打的还要委屈 替他遮掩 这种事说出去谁信 叶小姐 接下来 是不是就等着信源的卖房子了 嗯 我们得给他安排一个合适的买主 什么是合适的买主 当然是叶小琼叫去的人 就像今天何世元那两个保镖 花点小钱就能雇 找人出面替叶小琼买回房子 钱是出了 原汉敢乱用吗 转手又把钱给了何世元 这钱如此循环 叶小琼此时并不再用付出什么真成本 就收回了曾经被原家骗去的族产 原汉的损失就大了 除了房子 还要掏空原家人的家底 叶小琼也想过走正规途径拿回房子 当时返还祖产时 他和原汉已经结婚 房子还回来时 就写了他和原汉两个人的名字 原母搬进房子 整天都不舒服找个字在 说自己住儿媳妇的房子 说外面人会笑话原汉吃软饭 闹来闹去 为了家庭和平 房子又改成了原母名下 都是叶小琼当日脑子进的水 如今脑子里的水和眼泪一起流干了 事实却无法更改了 用这种手段拿回祖产 不仅毫无后遗症 真相揭露时 原家人大概真的会活活气死 他们曾经随便欺负的人 把他们全部玩弄在鼓掌中 看着他们惊慌 看着他们害怕 还要看着他们吐血懊恼 这岂不是很好玩 多的时间都等了 也就是两三天的功夫 叶小琼还等得起 有时候我还挺佩服周仪的 别人是不撞南墙不回头 她是撞了 还不觉得疼 都到这时候了 周仪还不肯和家里通气 认为自己能处理好吗 这货对自己的能力有多大 心里是完全没数的呀 夏小兰的吐槽 周成完全没法接 这真是她堂姐吗 如果不是周仪长得像周文邦和蒋红 周成会怀疑 当年大伯母生产时 在医院抱错了孩子 她把这个想法和小兰一分享 夏小兰笑得直不起腰 我男人真可爱 你男人可不仅是可爱 周成把她腰揽住 拉近了距离 夏小兰把嘴靠过去 快挨到周成耳朵了 周成还以为自己会获得一个吻 哪知夏小兰却坏笑哈气 你不看看几点了 这样抱着我 不怕汤叔回来又撞上吗 那还真有点怕 汤市长神出鬼没 无师自通 成了最专业的潜伏者 也不分是不是上班的时间点 他都有可能忽然出现 有时是回来拿文件 天知道为什么市长 要亲自跑回家拿文件 这分明就是无孔不入的监视啊 周成恋恋不舍把人放开 道 我们真的需要在彭城 有个自己的房子了 在京城倒是买了不少 但那些四合院 都是听小兰的话用来投资的 现在还基本上都被小兰租了出去 说到房子 夏小兰一下来了兴趣 从沙发上站起来 拉着她道 那你跟我去公司看新楼盘的沙盘 你喜欢哪一层 喜欢什么户型 还有房子的朝向 我们一起挑 我带你挑个房 不用再过二三十年 就是现在 这话随便对哪个女同志说 妥妥也是要结婚的节奏了 还挑什么房呀 年轻男同志要是能在单位分道房 自然有无数热心老阿姨帮忙牵线作媒 自然界的雄性求偶钱都知道有个窝呢 房子还真是婚恋市场的硬通货 八十年代是要求有分房 将来是要求有独立婚房 有独立婚房的小伙子 相亲干啥的都有底气 对自己喜欢的姑娘说 我带你去挑个房 这诚意满的都快溢出来了 只是现在是夏小兰反过来对周成说而已 奇怪吗 一点都不奇怪 嘴里叫着男女平等 行动上就要体现 谁带谁选房 并没有什么差别 周成在京城买的那些四合院 早就想都转到夏小兰名下 是夏小兰自己觉得 还没结婚就把财产混在一起不好 周成其实根本不挑住所 担任宿舍她不照样住吗 不过在彭城是得有个独立的空间了 不仅是她和小兰更自在 这边市政府家属院的房子 汤洪恩和刘芬也不用被打搅 周成不挑住所 但能和自己媳妇一起去选房子 她还是很有兴趣的 两个人共同选的 就是两个人的家呀 不用特别大 不用特别奢华 有私密的空间 够温馨 周成遐想了一下婚后一起生活的画面 对挑房子充满积极性 夏总 夏总 您来了 葛剑很快就跑过来 夏总 周先生 夏小兰点头 我记得新楼盘的沙盘做好了对不对 我和周成选一套房子 咦 夏总终于要在彭城安家了吗 以前金沙池的房子那么火爆 夏总一套都没自留 当然 可能也正因为太火爆了 自己留一套 就少赚一套房的钱 那是公司刚起步 资金很紧张吧 葛剑倒没说什么 大老板要挑一套房 有什么奇怪的 启航是夏小兰独资的 他就是说某一栋房子修好了不卖 大家也得听着呗 周成站在沙盘边上 启航的几个女员工就有点饭花痴了 长得太精神了 这样的对象 也就只有夏总拿得住了 站得好直 听说是不对的 是啊 还是个年轻军官 周成的耳朵不聋 能听不见别人的议论吗 他笑着看小兰 夏小兰自己耳根有点红 把那些人都轰走了 你们赶紧去做事 要做策划的 要写方案的 媳妇儿 你为什么不好意思 夏小兰坚决不承认 我没有 你赶紧选 周成指着顶楼 这套怎么样 事业一定特别好 但楼层高了些 遇上停电有点麻烦 电梯高层是有这个问题 有些人不愿意买顶楼 怕冬天太冷 夏天太热 停电难上楼 还有雨季期间 楼顶天台会不会漏水 这些东西 夏小兰倒不会过多担心 为啥她重生后要拼命赚钱呢 除了为事业奋斗的过程很爽 就是手里有钱 真的会很快乐 手里没钱 干啥都抠抠嗖嗖的 如果预算不封顶 房子有任何不变 都能改造啊 反正是自己盖的楼盘 质量上有保障 其他小问题 装修时投入大一点 就完全能防范呀 夏小兰和周成凑在一起看了会儿 两人就敲定了这套顶楼 这是新楼盘罕见的大户型了 加上楼顶天台有半层 近200平方米 户型什么的 夏小兰虽然交给别人弄 当初也是亲自把关过的 确定房子后 夏小兰来了兴趣 自己拿了纸盒笔 对照着户型图和周成 讨论房子怎么设计 哪里是主卧 哪里是客卧 哪里是书房 房子还没建着呢 两人都讨论的挺兴致勃勃 这是两人第一次讨论家的问题 媳妇 这套房子你会亲自设计吗 当然 我们自己住的房子 我才不会交给别人设计 主卧一个客卧一个书房是准备两个还是一个呢 我和你将来工作时会不会有干扰 夏小兰想摇笔头 别人的房子 她能给出好几个方案 轮到自己了 她想把自己和周成的生活习惯都考虑进去 想做到尽善尽美 我用书房的时候想 你先考虑你自己 我觉得与其说是书房 不如说是你的工作间 主卧室可以放在隔壁小一点的房间 你的工作室放在最大的房间 你在里面待着 亮堂舒适 结婚后 事业型的媳妇 不可能一下子就变成居家型 围着锅碗瓢盆打转 还是会围着她的工作 那就在家里给她开辟一个好的工作环境呗 夏小兰指了指楼顶 照你说的建个工作室 那可以放在楼顶和楼下的生活区域分隔开 我工作的时候 不影响你在楼下休息 万一她要画图 周成却想看的电视呢 楼上楼下的距离正好 周成觉得好冤 她啥时候痴迷过看电视 有她媳妇在 她还看什么电视 难道她媳妇没电视剧好看 两人正在一起讨论呢 小游轻轻敲门 夏总 徐长乐先生来找您 嗯 让她等一会儿 掉头就对周成说道 徐长乐怎么忽然过来了 奇怪 周成很肯定 绝对是为了徐家的家务事 你有没有发现 你都成徐家的救火员了 怎么处置蒂娜这个多出来的孙女 与奶奶和徐仲义父子俩 一直没有达成共识 他们明明是一家人 却缺少不了你和刘姨这个牛带 为什么不找刘芬呢 因为老汤处在那里 老汤的态度就是不搭理徐仲义 徐长乐自然不会找刘芬 找小兰同样是年轻人 觉得更好说话呗 周成把手交握搭在膝盖上 夏小兰觉得这姿势帅中带着坏 让人一不开眼睛 然后他家橙子冲他笑 露出点白牙 道 等他进来后 有什么事让他找我说 夏小兰疑惑 周成却罕见的没有解释 不敢找刘芬 因为老汤处着 却敢什么事都找小兰擦屁股 难道他就是吃素的吗 有什么事让他找瘍 ou 徐兰 可是多另一件事 members 线